老大哥的坚持感染着无眉警 对举重运动的热爱 和作为运动员的使命感 成为了无眉警不断前进的动力 然而伤病的反复发作 让他意识到 自己的运动员生涯可能快结束了 放弃一直是不舍的 这是肯定的 但是等到后期是没办法 伤病在哪里 然后叫什么呢 我一直认为我们是属于叫 也拼搏过 也努力过 也收获过 有很多的运动员 他们其实有的时候比赛 都是顶着伤痛上的 其实那个对身体 其实是蛮伤的 可这中间可能就会加剧了 你缩短退役的时间 在我耳边一直会想起的一句话是 我们城市岛一直说过的 死也要死在举重台上 这句话就是 或者说跟 我就现在会想到部队里面 那些单兵的一样的 他只要开始打仗了干嘛的 就真正好的战事 或者说来自 就是那种 他都是勇往直前的 然后他都会去 拼了命的去往前冲 对于我们运动员来说 选择了这个行业 他没到忘不得已 我想他都不会想着去 退下阵来 最后啊 运动员所有的退役 都是很无奈的 都是 最后都是 顶不过伤病 然后被 被伤病给他办 吴美景说 没能参加北京奥运会 十分遗憾 但是他说 每个运动员不论成败 背后都伴随着伤痛 一个年轻运动员 没有遇到一些伤痛 就不会茁壮成长 这些商品对他们来说 就像一个烙印 让自己计划 曾经未荣誉而战 吴美景经历了辉煌和低谷 多了一份沉稳和淡定 在国家队时 不论比赛的结果如何 他都能很快地调整状态 同时在队里 他也是出了名的好人员 美景在国家队 大家都称为开心果 只要有你在的地方 就有很多的欢声笑语 因为你是属于一个 比较喜欢把欢乐带给别人 我觉得是这样子的 训练它需要是什么呢 它需要一个调节 然后就需要个开朗的心情 其实我们是带给别人开心的 其实别人也会带给我们开心 就像人和人交往是一样的 就像一面镜子一样 你笑得对人家 人家其实也会相应地笑得对你 那不过头来 大家都聊得开心的 训练起来是更好 没有坏处 这就让我们想起人说的 你看世界是怎样的 世界就是怎样的 你看这个人是悲观 其实你自己是一个悲观的 我们在运动生涯的时候 那个我们同级别的几个 就跟别的级别都很好 然后呢同级别的人呢 那个叫什么 然后几个本身来是说 场上是对手嘛 然后场下 有的时候偶尔也会 就是说那种 一看到灯的那种感觉 不知道怎么样 但是关系都很好 都非常融洽 因为有的时候我喜欢把 我真的有的时候喜欢把话给挑开 你场上那不行 每天就是该 场上该打败你就打败你 大家可以逗 但是那种反过来 大家这种说出来都没事 都开开心心的 你当时想过自己 大概什么时候退役吗 也随时做好准备 也随时做不好 没做好准备 0607年 因为伤病开始出来 严重的时候 那时候就是有想过退役 但是呢 一个呢是不甘心的成分在这里 还有第二个呢 也存在着说 希望能把伤病给医好 然后再带着 重新全新的一个身体 然后呢再往前走 因为确实 一个是走到这一步不容易 第二个呢 觉得说这么多年的感情 还是有点依依不舍的 所以说 时好时坏的身体 让我就反正也坚持到 09年退役吧 退役之后的他 为了延续梦想 继续投身举重事业 在福建举重队 他把自己的亲身体会 传达给年轻运动员 从运动员到领队 他究竟是如何转变角色的 在做领队的过程中 又是如何为运动员服务的 下周请继续收看 吴美景 让梦想延续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